各位同學你們好 今天我們會講秦代的大一統措施 它分為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 我們首先講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第一個就是推行軍主集權 在中央政制裏政府的組織是三公九卿制 首先我們先提一下什麼叫三公 三公裡面就是顧名思義有三個職位 是分掌於不同的職務的 首先就是中間這個 乘上 乘上就是負責全國的職務 太衛就是負責軍事的 而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白官 這個是中央政制裏面的三公 是皇帝核下裏面的政治、軍事 和監察裏面的官員的名字 另外還有九卿 還有一些其他事務 都需要有官職去執掌 這裏就是九卿 包括了有奉上、郎中陵、惠惠、太卜、亭惠、 殿客、忠政、智宿內使和少傅 但是我們最主要都要記住三公是哪裏 三公就可以了 分別是丞相、太衛、如是大夫 九卿我們略略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中央制度我們合稱叫做三公九卿制 在這個中央的官員裏面 三公九卿的所有的職位 這些官員都是由皇帝所任免的 任職或者是免職 炒猶魚全部的權力 都是集中在皇帝手上 就有別於之前的封建制度 是不可以勢集的 在地方政制那裏 剛才說的是中央政制 現在說的是地方政制 地方政制是怎樣呢? 也有別於周代的封建制度 簡直是不要封建制度 廢封建 用什麼制度呢? 就用一個新的制度叫郡縣制 這個郡縣制是怎樣出來的呢? 就是當時皇帝接受了李斯的意見 就廢除了封建制度 就改行這個郡縣制 就將天下分為了36個郡 郡之下呢 再切有圓 圓呢 再切郡壽 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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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裏面呢 就可以解釋到 之前的周代封建制度 和現在秦的郡縣制度 有什麼分別了 這裡呢 就是 天子會至高無上 他會把土地分封給諸侯 清大夫呢 士呢 這班是貴族來的 最底下那班呢 就是樹民 這裡全部貴族的職位 都是世襲的 但是呢 新的郡縣制度就不是這樣了 是皇帝至高無上 中央是三公 還有九兄 中央的 地方呢 就有郡 下面就是圓 而所有的官員呢 並不是世襲的 而是呢 是由皇帝 是直接任免的 任職和免職 好了 政治方面 我們講完了 我們接下來會講 經濟方面的 首先呢 就是統一了道兩行 秦始皇呢 就是統一了全國的長度 體積和重量的標準 全部呢都統一了的 那也都呢 為了呢 是進一步呢 是發展 農業生產 所以秦始皇呢 就下令開作了這個 的 寧渠 這裡啦 寧渠 那呢 就是連接了 將雙江和尼江呢 這兩個的河流呢 就是連接了的 連接了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令它呢 就是溝通了 其實呢 是上面的長江 和下面的珠江 兩大水系的 那對於南北的灌溉 和交通的發展都很有幫助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會說 統一貨幣的 我們先說了這個 那就統一了這個的車軌 和修足遲度 那秦始皇呢 就下令呢 就是滑一了道路 和車輛的寬度 在這裡 那那個的 令到呢 那條路也都不會太窄 太闊 是剛剛好呢 那車輛呢 是可以去通行的 那也都是修足遲度 那其實就是道路 紅色這些是遲度 在裡面 那全部的遲度呢 都以鹹洋呢 就作為一個中心 那東面可以去到東海 那南面可以去到呢 長江下游的地方 那有一個呢 就零零碩碩 是紫色的 這個有別於那個的 紅色 那叫做直渡 那這個的直渡呢 那這個的直渡呢 就是直接呢 就是通往這個邊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就是把一些的物資 或者軍用的物資 可以直接抵達到 邊疆的地方 是去行軍打仗所用的 是去行軍打仗所用的 跟著呢 就是統一 六、秦國和六國的貨幣 那我們見到呢 其實 這裡呢 秦國和六國的貨幣 都是很不同的 那最後呢 就是統一了這個貨幣 那把六國的貨幣 就是不要的 那就只是用秦的貨幣 那秦的貨幣是怎樣的呢 那就是以黃金為上幣 銅錢為下幣 銅錢為下幣 那銅錢就是這個 圓形、方孔 這裡旁邊寫著半兩的 那這個就是秦國的貨幣 那這個就是秦國的貨幣 那統一貨幣 那貨幣獲一了之後 就可以推動到各地的貿易往來 和經濟發展 然後呢 在文化方面 文化方面呢 就是秦國也都 和六國的文 將秦國和六國的文士都統一了 那可以看到這七個國家裏面 的馬字的書寫方法都是不同的 那也是 廢除了六國的文字 只是用秦國的文字 那其實就是秦始皇 就命這個李斯 去簡化字體 統一了一些文字 這就叫小算 那後來欲卒情廟 就創立了帝書 所以有這個字 比較近似我們所寫的字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看這個秦國的 張文士統一底下 那令到呢 大家呢 書寫著同一個的文字 那我們說呢 是可以呢 是有正令呢 有效地去通行 和可以文化交流 亦都是加強了 華夏文化的凝聚力 那但是呢 他在文化方面呢 亦都做了一些 不太好的舉動 那他為了呢 就是 鉗制這個思想 管制思想 那所以呢 就有 墳書慳餘的情況出現 那秦呢 統一了之後呢 就有博士淳于瑜 就引用了古書的言論 去批評朝政 就激怒了秦始皇 那秦始皇 那秦始皇呢 就用了李斯的建議 就頒布這個焚書令 將呢 所有的書呢 都銷毀了 在這裏 就剩下一些呢 必須的書 包括了 巡國的史書 醫學 占卜 種植等等的書之外 其他都全部銷毀的 也都嚴禁民間 私藏書籍 控制言論 好了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是 焚書 焚委書籍 那欠如是怎樣的呢 那欠呢 那欠呢 就是刮個孔 好像圖裏面所看到 刮個孔 然後就把那些人推下去 殺了他們 那叫欠殺 那欠如是什麽呢 欠如 那就是欠殺余生 那我們宿舍就是欠如 那余生是什麽來的呢 那余生就是讀書人 那就因為秦始皇 登位之後 追求這個長生不老 那就為術士後生 和盧生所基平 於是呢 他就覺得 受到這個侮辱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 非以這個皇帝 時政 於是他最後 就下令欠殺 和事件有關的 460名余生 好了 接著是軍事方面 那第一個呢 是修足長城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那就是萬里長城 那萬里長城呢 那其實呢 就是 不是秦國 他單獨這樣去完成 而是他連接了 這個秦召煙的城牆 就連接了起來 就有這個萬里長城的出現 那這個萬里長城 為什麼要建呢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的目的是防禦兇奴人的 那這個也看到了 那這個也看到了 祥師皇下令了 那張煙 照 魏等等國 原有的防禦兇奴的長城 連接起來 那就收縮了這一條的萬里長城 那西起臨陶 東至遼東 那遼東就是近海的地方 好了 全長呢 就是五千多公里 那但是呢 他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耗用了文夫40萬 才能夠完成這個創矩 那這個就是長城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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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也不單止建長城 那他們也有不法空爐的 那他去打空爐 那他就當時是一個很出名的將軍 叫蒙舔 那他就秦始皇為了鞏固不方的國土 就派蒙舔作為大將軍 帶領這個30萬的士兵 就是去打空爐 不法空爐 前後徵戰 踏10年之久 那你可以見到 整個秦朝都在打仗 因為秦始皇的國造只有15年 但是他這裡打空爐 就打了10年了 那他也想征服南邊 南邊就是越人的地方 那就是今天的廣東、廣西 大概這樣的地方 那他就派了50萬人 去征服這個越人所居住的地方 那最後都被他成功了 所以就撤棍去治理 在裡面 那也都將六國和民間的兵器 就集於咸陽 就加以銷衛 並且改轉成12個金人 各重千石 每個就是重12萬斤 那麼秦始皇很想 就是建立一個萬世不老的帝國 正如他自己幫自己改名 他叫秦始皇 他之後的二世、三世 希望可以千秋萬世 最後的目標能否達到呢 接下來我們會說一下 秦朝統一措施的意義和影響 首先我們不得不承認 秦始皇就滅滅了六國一統天下 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國 中央就是三公九卿制 而地方就是郡縣制 後來歷朝歷代其實都沿用 名稱稍微有些改動 但是大概都是這樣的政制之下 秦始皇也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他統一了文字、貨幣、車軌、道量行 方便了全國的經濟、貿易、文化方面的交流 壯大了華夏的文化 秦始皇他統一了中國之後 亦都自力於積極開拓帝國的版圖 先後也不乏兇奴、南平越族 同化了很多新的民族 令到中華民族日益壯大 秦始皇也都大力提高了皇帝的威嚴和權威 亦都建立了軍主帝制的統治皆謀 亦都出現了軍主專制制度 由他發明 由他開始先 歷朝歷代都用 用到清朝 二千多年都用軍主專制 直到新海革命之後 民國成立才結束了二千多年的軍主專制制度 秦朝的大一統措施 我們會講到這裏